新闻一开始来关心台北听澳 今天就要举行闭幕式了 除了足球决赛以外 所有的比赛都结束 中华队昨天再添了两面金牌 总成绩是11金11赢11同 在80个参赛国当中位居第五 先来看昨天萧球王子温志玄 如何为中华队拿下最后一面金牌的精彩过程 把中华台北的会期送上最高点 萧球王子温志玄为台北听澳中华代表队的赛事 做了一个最完美的结局 再度未免听澳男子单打冠军 很开心终于可以结束了 从早上比到现在 就是精神很紧绷 然后到现在终于可以松一口气 正面金牌真的不好拿 决赛连战无场 温志玄顶住脚伤很压力 场场都是以直落似的方式打败对手 金牌站上温志玄队上的是 中国队的16岁年轻小将王聪 温志玄是上届听澳男单金牌 王聪则是首度参加听澳 在第一局温志玄稳着稳打 利用对手的失误就轻松地以11比3获胜 第二局王聪强攻 一度把分数追到7比8 只落后温志玄一分 还好温志玄的主要 小球丰富作用 最后以11比8温志玄再拿一局 三四局温志玄畅胜追击 以11比3 11比4 轻松地直落似结束比赛 看着艾图一路过关斩将 未免成功 教练黄美珍相当欣慰 我们拿到金牌 其实应该是感谢所有团队 我们在全省 后来有一个月在全省各个地方 然后集训 那段时间每个教练打电话 请他们帮忙 他们都很愿意就是说协助 那我非常感谢他们 在全场观众热情的加油声中 温志玄拿下本届 听奥男子团体赛后的 第二面单打金牌 桌球王子拼金之鱼 也拼学业 开赛前场边还有温志玄的好友 协助发送他的论文问卷 温志玄说 比赛结束之后 会先回学校完成论文 再到台北起从学校任教 希望可以培育出下一个桌球星星 记者顾家梅 陈信龙台北报道 另一面金牌 是由中华队最多金的 保龄球选手张瑶倩 她的贡献 以高超的球技打退日本 荣登女子保龄球盟主的宝座 拿下她个人第四面金牌 比赛结束 她最想做的就是 好好休息陪陪家人 四面金牌不知道要先咬哪一面 保龄球国手张瑶倩 是台北厅中华队中 个人拿下最多金的选手 一个人包办了女子单人 三人组五人团体组 以及最后的女子盟主赛 每面金牌都是辛普得来的 让她印象最深刻的是 女子个人赛 达到第二局的时候 我就想把她忘了 把她忘掉 然后一球一球接着打 教练说 其实早在2003年世界杯的比赛中 就看出张瑶倩的潜力 我曾经告诉她 你是日后的一匹黑马 那这个终于实现了 黑马这两个字 其实给我很大的压力 我压力真的很大 但是很谢谢杨教练 他给我的压力 其实就是我的原动力 把教练的提望 化为实际的成绩 张瑶倩很开心 不过队友男子组在盟主赛中 没有好好表现 他觉得很遗憾 现在比赛终于结束了 最想做的一件事 就是好好休息一下 陪陪家人 把得到的奖金 包一个大红包给父母 剩下的就存起来 有机会买个房子 继续完成他的学业 记者欧培君 郑凯文台北报道 听澳今天就要闭幕了 在赛事活动结束前夕 有清善学校举办了文化交流活动 希望能够让外国来的听障选手 留下深刻印象 外国选手表示 来到台湾 不只感受到台湾的热情 台北的交通 更是让他们印象深刻 精彩的原住民舞蹈 还有扯林表演 台上的学生 办理演出 台下的俄罗斯选手 也可以最热烈的掌声 在听澳结束前夕 负责接待俄罗斯的清善学校 举办的文化交流活动 让远到而来的宾客 亲自感受台湾文化 不管你到世界各地 任何一个国家 只要是首语 我们大家都听得懂 但是因为在台湾 这里的人都非常的好客 而且对我们都非常好 所以我必须这样说 你们台湾实在是太好 台湾的热情让他们难忘 听到主办单位 安排清善学校 一对一接待 还有随便翻译 协助解决沟通问题 对于台北的无障碍设施 感觉还算友善 不过提到的交通问题 就有很大的意见 看到灯亮 我走过去 看到机车冲过来 我马上闪开 在英国了 不可能这样 马上抓起来 台北市特别从7月开始推行 里让行人运动 车辆如果违规还会开罚 不过实时到现在 从外国选手们实际体验看来 要拿到无障碍程式 台北的交通问题 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记者阮路文 张志诚台北报道 听澳期间 有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听障人士 他们的沟通也是一大问题 而为了要服务大家 在台北小巨蛋 也特别设置了一个转译中心 利用电脑科技提供给听障朋友们 跟自己国家的亲友 好好的来沟通 按一个钮 听障朋友许先生 有急事要联络朋友 透过这台应答机 就可以选择连线到美国 或台湾的翻译中心 请首议员帮他打电话给对方 沟通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 只要找到有应答机的地方 就可以了 趁着台北办听障奥运 台北起从学校也引进三台 其中有一台就放在台北小巨蛋 让听障朋友来试用 其实不多 对 大部分的人都是好奇 然后来这边看一看 因为这个摆着这个位置 就是可能只是展示吧 其实这台机器在美国十分普遍 但是在台湾还只是展示试用阶段 等到听澳结束 如果没有政府或民间团体支持 就会收回美国 一个呼叫中心 应答机它要真正要正式运作的话 可能要上百万的一些经费 除此之外 小巨蛋还有一个地方聚集了不少听障朋友 因为这里有两套翻译系统 提供听障朋友上网联系 VIABLE这套系统是听障华人 夜主持的科技公司所有 连接了八个国家的翻译中心 这位丹麦的朋友就连接到 挪威的翻译中心 帮他顺利联络到的朋友 翻译边则是由国内研发的 手艺通电脑平台 这是一个类似MSN这样的 即时通讯软体 连线到手语翻译中心 就由手艺员来做即时翻译 不错 这里的网路很快 我可以告诉我朋友 在台湾发生什么事 多种不同沟通平台 在听奥期间 免费提供给听障朋友使用 期盼听奥过后 政府能够持续重视 听障者沟通的需求 记者欧佩军 郑凯文台北报导